第815章 疯子木塔 庄哥 没事吧 庄睿刚一走出交易所 彭飞就赢了上来 随之几道不怀好意的目光盯在了庄睿的身上 这些人既不是交易算式的 也不是等人的 那样子就差没在脸上表明我是劫匪的样子了 不过他们现在干的 应该是国内道上踩盘子的活 就是看好目标后 想办法打听出其交易的金额 然后在交易日跟踪下手 没事 走吧 庄睿心情不怎么好 无缘无故的和非洲太子爷结了仇 真是躺着也中枪呢 庄先生 您认识那边的几个人吗 作为保镖 乔治等人的感应力特别敏锐 他发现 在距离自己二十多米远的地方 有一个黑人正盯着庄睿 毫不掩饰其眼中的杀气 木塔的保镖 刚才在交易所有点不愉快 庄睿一眼就看出了 那个黑人正是刚才跟在木塔身后的保镖 看样子 那人真是雅兹必报的性格 居然还等在这里 利比亚的木塔 乔治闻言之后 顿时面色凛然 右手情不自禁地放在了腰侧 左手推了庄睿一把 说道 庄 快点上车 庄睿被乔治三人围在中间 一路小跑地来到停车场 直到拉开车门坐进去之后 乔治才松了一口气 双眼透过车窗 惊惊地向外看着 乔治 不至于吧 大庆广众这下 他们能怎么样 庄睿感觉 乔治有点大惊小怪 木塔再猖狂 那也是在利比亚 现在是在南非 他即使想对自己不利 恐怕也是需要时间去找低头蛇的 庄睿就不信 木塔敢抱个冲锋枪来找自个儿 庄睿 木塔杀人是部分地方的 只要有一只锯鸡枪 他就能抱了你的头 乔治苦笑了起来 看到外面没什么动静 这才接着说道 庄 你怎么招惹了他呢 那个人就是个疯子 他会因为一点口角 让得罪他的人 整整哀嚎七天才死掉 而且 木塔所看中的钻石 不允许任何人与他竞价 否则就会 乔治用手比划了一个开枪的姿势 脸上满是苦笑 他没想到 随手接个任务 居然会惹上木塔 要是之前知道的话 乔治一定不会接这笔生意的 齐天 那不是凌迟呢 庄睿 文言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 木塔还有这爱好 麻痹的 放到中国古代 这哥们就是一专业的刽子手呀 彭飞懂得英语 只是刚才一直在流行外面的情形 见到两个黑人 涌促着一个阿拉伯人 站在离自己汽车十几米远的地方 马上向庄睿问道 庄睿 是不是那个阿拉伯人 是他 庄睿看到 木塔又对自己汽车的方向 比划了一个开枪的动作 不由恨得有些牙痒痒 我去干掉他 彭飞说话的时候 右手很随意的在乔治肩膀上捏了一下 紧接着闪电般的扣住了乔治的肩颈学 五指如钩 用力一捏 乔治顿时感到整个肩膀都酸麻了起来 没等他反应过来 腰间那把沙漠之鹰就落在了彭飞的手上 彭飞一脸杀气 反召在长长的银色枪管之上 显得愈驾的正灵 熟练的拉了一下扳机 看了一眼花塘里面的子弹 彭飞就准备开门下车 哦天哪 住手 该死的 你想让我们都死掉吗 直到彭飞准备推门下车的时候 乔治才反应了过来 用左手一把拉住了彭飞 大声的吼道 这防弹车是隔音的 倒是不怕被外面听到 你要是在这里杀了木塔 我敢保证 这辆车开不出五公里 就会被火箭弹击中的 你觉得这辆车可以抵挡得住吗 乔治惊呼抛笑了起来 口中的唾沫喷在车里到处都是 庄瑞不得不抬手挡了一下 彭飞 乔治说的对 把钱还给他 庄瑞知道卡扎飞在非洲的势力 木塔莎自己可以 但是自己要是把他给干掉 恐怕就是自己上了飞机 卡扎飞也会派出战斗机 将自个儿轰下来的 而且就算是自己平安回国 估计国内的有关部门肯定会在第一时间请自己去喝茶的 庄哥 要不然你们先离开 我去把他干掉 彭飞有点不甘心 别说是卡扎飞的儿子 就是卡扎飞自己要对庄瑞不利 彭飞也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的 算了 咱们明天晚上就离开 惹不起总能躲得起的 庄瑞摇头否决了彭飞的建议 虽然他也很想在那个嚣张的脑袋上轰上一枪 但是庄瑞自觉还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 听到庄瑞的话后 彭飞退下了沙木之鹰的弹夹 然后拉下了枪塘 把子弹退了出来 这才把枪还给了乔治 说老实话 彭飞还真不怎么看得上国外的特种部队 他们除了个人装备要好一点之外 忍耐力和实战能力比自己以前曾经效力的那支部队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至于史泰龙所演的兰博 那纯粹就是个笑话 谁不知道美国大兵在越南战场上只要被俘 马上就是双手抱头蹲下身体 生怕引起对方的误解而开枪 那动作都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彭 你练的是中国功夫吗 我想 等回到酒店后 咱们可以练练 乔治揉着还有些酸麻的右肩 脸上有些兴兴燃 作为壮瑞的保镖 居然在毫无还手能力的情况下 被人抢走了枪械 这让乔治感觉大视颜面 你 不是对手 彭飞不屑地看了乔治一眼 或许这大兵在战场上还能起点作用 但是比伸手和杀人 三个乔治也不是自己的对手 哦不 没有试过谁也不知道 乔治 我感觉你现在应该更加关心我的安全 而不是和我的兄弟去恋恋 庄瑞见到乔治不依不饶的样子 插眼打断了乔治的话 他感觉到 凭木塔那嚣张跋扈的性格 极有可能给自己制造点麻烦 对对 庄 我有个建议 庄瑞的话让乔治想起了自己的身份 接着说道 我建议你取消明天的矿场执行 然后交易完钻石之后 马上离开这见鬼的地方 这样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你看哪 本来按照乔治的安排 明天庄瑞等人是要去隶属于他们公司的钻石矿场参观的 出了这样的事情之后 为了雇主的安全 当然 也是为了自己等人的安全 乔治决定更改一下计划 矿场是属于你们公司私有的 应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吧 说老实话 庄瑞再也不想来南非了 这次不去看一下钻石矿场 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了 所以庄瑞话中的意思 还是想按照计划行动的 当然 就是一支军队也攻不破矿场的防御的 乔治昂着头说了一句 紧接着声音低了下来 不过在来回的路上是很不安全的 庄先生 如果您执意要参观钻石矿的话 我建议您雇用一辆庄甲车 然后再增添几名保安人员 这样就能确保万无一失了 庄甲车也能过 一天需要多少钱 庄瑞听着有些新鲜 话说自己还真没做过那玩意儿呢 这也就是在国外 如果能在国内的大马路上开个庄甲车 恐怕那些个什么汉马 布加迪维航之类的车 都不好意思开出来了 在南非 只要你有钱 什么都能雇佣得到 按照我们公司的价格 一辆庄甲车配备四个保安 一天需要二十万美元 庄先生 您看怎么样 现在就自己三个人保护庄瑞 乔治也感觉到有点不安心 希望庄瑞能增加一些安保人员 那样的话 穆塔看到没有机会 应该会放弃对庄瑞的报复的 二十万美元 可以 另外 你和所有的保安 晚上住到我旁边的房间里去 花二十万美元买个平安 庄瑞认为还是值得的 虽然他知道 乔治是狮子大开口了 但是庄瑞也懒得去计较了 毕竟 从刚才乔治的表现来看 他还是十分尽职的 乔治听到庄瑞同意自己的建议之后 脸上紧张的表情 马上消失掉了 拿起手中的电话 拨打了起来 不过在谈到价格的时候 乔治虽然压低了声音 庄瑞还是听到了十万美元的字眼 好了 先生 他们会在半路和我们会合的 乔治放下电话之后 一点喜色的对庄瑞说道 同时示意司机 可以开车了 去 找威廉 我要那个小子的资料 威廉如果不答应的话 你就告诉他 我对他那个委内瑞拉的小牛 已经感兴趣很久了 看到庄瑞的汽车离去之后 穆塔向身边的侍从吩咐道 说话的时候 还伸出舌头填了下嘴唇 似乎已经闻到了鲜血的味道 老实有人说父亲是暴君 资助赞同恐怖主义分子 我想干掉一个亚洲小子 父亲应该会夸奖我几句吧 穆塔的笑容 让身边剩下的那个黑人 感觉到有点不寒而栗 这家伙 整个就是个疯子 回到酒店之后 庄瑞也没给机组人员说这事 反正明天就离开了 免得平白惹他们的担心 整个下午庄瑞都没有出酒店 晚上也是在酒店内的餐厅吃的饭 然后很早就休息了 按照乔治的安排 明天上午他会先去 乔治公司的钻石矿参观 然后下午三点 等交易所开标之后 庄瑞将直接从交易所赶往机场 离开约翰内斯堡 庄先生可以出发了 第二天一早 庄瑞就被乔治敲门喊了起来 吃了点早餐之后 众人会合在一起 把酒店的房间给退掉 然后坐上门口的那辆庄甲运兵车里 两个空血对于庄瑞出行的排场 显然有些意外 倒是当过兵的贺霜有些兴奋 上车之后就不停地打量着庄甲运兵车上的机枪 那黄澄澄的每颗足有小纸粗细的子弹 和金黄色一米多长的金属子弹链 可全是真的 在约翰内斯堡城内开庄甲车 也绝对是比较少见的事情了 酒店门口的那个饰影 此时看向庄瑞的目光尤其精彩 没想到 自己前几天得罪的人 在南非会有这么深的背景 别看庄甲车车身厚重 跑起来的速度倒也不慢 在无人的空旷公路上 可以跑到七十公里的时速 两个多小时之后 车队从百油公路拐到了一个土路上 车速也减慢了下来 庄先生到地方了 又过了半个多小时 坐在犹如密封罐头里的庄瑞 感觉车子停了下来 外面响起了乔治的声音 这 这就是钻石矿 庄瑞看着眼前一片空旷的田野 附近有些失望 在他的想象中 这里应该有很多黑人在劳作 耳边应该响起轰鸣的机械声 而不是自己所看到的样子 空旷的田野里 只是用铁丝很简易地围了起来 每个两三百米远的地方 都有一个手持冲锋枪的保安 在距离汽车十几米外 有一个简易的小楼 上下两层 一共三十多个房间 想来应该是矿工和保安们所住的地方 不过 应该没有人会来这里闹事 距离庄瑞很近的那个保安 正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悠闲地抽着香烟 庄瑞很难想象 一家颇具实力的钻石公司的矿场 居然会如此的简陋 要知道 在秦浩然的介绍里 这家钻石公司 在南非都能排得上前三的 每年最少有数万颗碎钻 从这里流到世界各地 庄先生 欢迎来到我的钻石矿 一个四十多岁的白人男子 带着三个持枪的保安 从这片旷野处 唯一的房子里走了出来 向庄瑞等人迎了过来 看着那个穿着牛仔裤 头上戴了顶遮阳帽的家伙 庄瑞脑子里 马上想起了很早以前看过的美国西部片 如果这个家伙屁股后面 再挂上一把左轮手枪的话 整个就是以美国西部牛仔了 您是肯尼斯·韦恩先生吧 虽然来人打扮得很随意 但是庄瑞丝毫不敢小觑 眼前的这个美国人 韦恩这个人 在南非甚至全世界 都能称得上是个传奇人物 在十一二岁的时候 韦恩疯狂对美国和加拿大 十八九世纪的淘金热发生了兴趣 那时的他就口出狂言 要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矿主 不过韦恩的理想和现实发生了一点偏差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 为了自己的梦想 韦恩来到南非 当时不过是个刚刚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身上仅带了几百美元而已 最初 韦恩是做钻石前客的生意 他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 甄选钻石 在这个过程中 韦恩不仅对钻石有了深刻的认识 同时也积累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后来 韦恩花了二十多万美元 为了一块 被专家认为是不可能出产钻石的土地 但是韦恩在这片土地上 连续掏出三颗 重量在一百克拉以上的聚算 轰动了整个世界 其后 韦恩用了整整十多年的时间 创造出了价值十亿美元以上的资产 成为世界有名的钻石大亨 完全就是一个十八九世纪淘金发财的现代版 韦恩先生 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你 哦 庄 是不是觉得这里很简陋呢 这是我新开发的一个矿场 最近要在约翰内斯堡进行钻石交易 所以我就暂时住在这里了 韦恩文言笑了起来 他知道 庄瑞看到这里一定会很失望 接着说道 我最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做一个西部牛仔 像牛仔那样去冒险 去淘金 当然 我现在淘的是钻石 韦恩先生 我想 您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在世界上有钻石的地方就有您的传说 庄瑞恭维了韦恩几句 说的这位钻石大亨极为高兴 大手一摆 说道 庄 见到你很高兴 我决定将矿场对你开放一个小时 如果你们能在这一个小时内挖出钻石的话 所挖到的钻石就归你们所有了 庄瑞和这位牛仔先生很对脾气 马上说道 不是吧 韦恩先生 怎么着也要两个小时呢 一个小时根本就不够用啊 不不 朵 我的这个新矿场 在远古之前的时候 可是一个火山河呢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漏天矿 而且 还是一个副矿 如果你们运气好的话 完全可以挖到钻石的 韦恩纠正了庄瑞的说法 其实 即使是漏天矿 出矿石的地方 恐怕也要在一米深左右的地方 韦恩根本就不担心 庄瑞他们能挖到什么矿石 只是几次和庄瑞拉近一下关系而已 现在中国的钻石饰品市场越来越大 而来自中国的客户也是越来越多 韦恩很注意和中国客人的交往 用这么一点小手段 就能增加彼此之间的友谊 韦恩何乐而不为难 当然 如果庄瑞真的运气好 那韦恩也不介意 把他们挖到的钻石 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只要庄瑞不是挖出了聚钻 韦恩这点损失 还是能承担得起的 在南非 有很多已经挖彩殆尽的废矿 都改成了矿石公园 游客只要缴纳很少一点钱 就可以进入到地面淘宝 如果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能得到几颗遗漏的钻石 受到南非的启发 在美国的一些火山点 也有同样的钻石主题公园 不过去那里的人 基本上都是以玩为主 很难听闻有人能挖到钻石的 好吧 先生们小姐们 慷慨的韦恩先生准备送钻石了 大家都去碰碰运气吧 庄瑞回头对着机组人员说道 他知道 钻石在高温高压下都可能形成 这里如果以前有火山河的话 那在原本属于河床的地方 应该就是一个钻石原生矿了 太棒了 哇塞 钻石 我们来了 你们两个细胳膊瘦腿的 能挖得动吗 身后众人听到庄瑞的话后 不禁都高兴的寒了起来 尤其是两个女孩 钻石对他们的吸引力不是一般的大 当下在保安处领了铁膏和筛子之后 兴高采烈的往采矿区走去 铁膏是用来刨土的 而筛子则是用来筛选钻石的 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活 因为很多钻石极小 一不注意就会漏掉的 维恩先生 我也可以吗 看到琉璃等人兴奋的样子 庄瑞也来了兴致 他刚才用眼中的灵气粗略地观察了一下 这还真是个富慌 因为就在庄瑞身边十几米处 都有微弱的灵气波动 当然 我的朋友 就是你一无所获 我也会送一颗钻石给你的 维恩之所以这么慷慨 是因为他在昨天和庄瑞的通话中 得知庄瑞给自己的那批散蒜 包了一个很合适的价格 好吧 维恩先生 我希望您不要后悔 我的运气一向都是非常 呃 非常好的 庄瑞多用了一个非常 加重了一下自己的语气 他这是怕自个儿 一会儿逃到好算式了 维恩舍不得送给自己 哦 那我可太亏本了 维恩大笑了起来 他指定给庄瑞等人挖钻石的地方 可是用产土机产过几次地面了 差不多都梳理了一遍 维恩不相信 庄瑞真的能从里面挖到什么好货色 鹏飞 我来挖 筛钻石的火就交给你了 庄瑞见到琉璃他们已经开始干活了 连忙从地上拿了一把铁桥 顺手扔了个筛子给鹏飞 想圈定的地方跑去 凭什么呀 我还想挖呢 鹏飞很不满意庄瑞的这种分配方式 也抄了把铁桥跟了上去 啊 琉璃姐 咱们挖到钻石了 庄瑞刚走到那被推土机搞得勾芡纵横的地方 就听到田亚兴奋的喊声 感情这姐俩也是有分工的 琉璃拿铁桥挖 而田亚则是在筛选 田亚的话 把正埋头苦干的鹤霜还有丁浩都吸引了过去 这哥俩就不够聪明 只挖不筛 是很难用肉眼区分出来钻石的 庄总 您看看 这是钻石原石吗 田亚高兴地把那个只有绿豆粒大小 表面有点像是毛玻璃的钻石 放到了庄瑞的手心里 在钻石的表面上还占有一些泥土 也ет钻石原石的捞食片